很多人看到拓森真身后皆是惊恐万分 尤其是诗音八王被拓森吐槽连废物都不如 可他们却不敢有任何反驳的话语 生怕丧命于拓森手中 书阶上回 当王灵音强行施展残业神通 而陷入冰死之际后 那位观战的黑衣老人 却突然注意到了这片黑暗中出现的一丝光芒 他一步之下来到了血龙旁边 右手向前随意的一点 血龙便咆哮着挣扎起来 轰轰之声从其体内不断地传出 仿佛将要崩溃 而后老者又探出一只大手 将王灵从血龙伤口内拉了上来 老者轻轻点指王灵的眉心 顿时便有一股浩瀚的原力冲入王灵体内 让其重新恢复生机 并清醒了过来 老者看向王灵赞赏道 很不错的小伙子 既然你已分身来此 想要见识一下那暗谷神 老夫就满足你的心愿 只见老者抬手向着空中的巨大漩涡一指 那里浮现出一片血色的世界 原来的血海早已消失 只有拓森一人矗立在锥形的孤峰之上 下一刻 拓森迈步踏在了漩涡之上 他冷漠了扫视了众人一眼 严雷子接触到拓森的目光后 他罕见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之声 甚至整个身子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不敢与拓森进行对视 似乎在严雷子面前 那个男人就如同天道一般不可抗衡 拓森看到严雷子的反应 不由地吐槽到一声废物 可当他的目光落在石鹰八王身上后 眼中的轻蔑之色更加浓郁起来 甚至嘲讽到 废物最起码还是人 你们连废物都不如 那石鹰八王在石鹰宗 可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但如今在拓森眼中 却是连废物都不如 并且他们不敢有任何反驳的话语 仿佛拓森一怒之下 便可以让他们魂飞魄散 虽然他们并未体会过拓森真正的力量 可再见到拓森的第一眼 就已经心生俱矣 毕竟拓森是真正的八星王族古神 而这群人都只是凡人修饰之列 唯独那位黑衣老者看向拓森淡然地说道 竟然是王族古神之魂 拓森与老者对视后 大笑着说道 总算有一个不是废物的存在了 老者听到拓森的话语并未动怒 他抬手一挥 顿时便有一股风暴直奔拓森而去 拓森直接轰出一道拳硬迎击上去 两者碰撞 让周围的虚空出现了无数裂缝 拓森大笑着嘲讽道 即便你达到了空孽境界 明误了规则又如何 无古神一族不修规则 因为这规则本就是无族将要破开之物 接下来就让尔等亲眼见识一下古神之威 最终拓森的身影缓缓消散在了这片空间当中 而在拓森消失之处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漩涡中充斥着磅礴的犀利 黑衣老者的目光非常淡然 他对着众人说道 尔等都跟来吧 接下来才能看到这暗古神真正的力量 紧接着颜雷子与亡灵等人在黑衣老者的带领下 一同进入到了那漩涡之中 其实亡灵宁约猜出 这漩涡所通往之处 便是古神图丝肉身外的空间裂缝 那是一处不属于这片心域的空间裂缝 其中足够躺下一具庞大无比的八星古神肉身 此刻内足有数个修真心大小的古神 躯体缓缓睁开双眼 整片空间剧烈晃动起来 仿佛有一股无法想象的气息 充斥着整个空间裂缝 随后进入的亡灵等人正正地望着庞大的古神之躯 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 便有一股风暴横扫 吹得所有人向后倒退了几步 紧接着一道威严的声音回荡起来 无为古神拓森 只见他没心处的八个暗淡的古神星点开始转动起来 紧接着又有数位碎孽修士陆续来到了这片空间当中 他们看到庞大的拓森后皆是呆若目击 不敢相信世间会有这等存在 而拓森望着眼前这群蝼蚁般的修士 他抬手向前一挥 横扫向了最前方的一位碎孽修士 他必无可避 只能手捏法印施展出一层层神通进行防护 可面对拓森的一击 普通修士根本没有任何抗衡之力 碎孽修士瞬间就被拍成粉碎 元神则是化为一股天地原力融入拓森体内 眼看拓森的巴掌没有停顿 继续向着人群挥舞过来 那位空涅境界的黑衣老者一步迈出 挡在了那横扫而来的古神手臂前方 老者神色淡然 抬手迎击向了拓森 虽然老者的躯体与那手臂相比 如同皮肤汗术 可方圆万里却有一股毁天裂地的原力 顺着老者身体冲入古神手臂当中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庞大的古神手臂竟然被老者生生震开 并且在那古神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手印 老者冷声说道 不愧是超脱规则之外的八星王族古神 与老夫当年参与杀过的一个寻常八星古神 有着天壤之别 经过了一番寻常八星王族古神 三盎子 三盎子